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做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上次就上个礼拜 在那个东旭联导会嘛 我们把我们的想法讲了一下 结果好像得到的反响还挺不错的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 如果有很多朋友没有看过 我们东旭联导会那一集的节目的话 我们今天就做一集节目 专门来讲这个事情 然后也欢迎大家转发 如果你要觉得说 我们说这个说 有一些可行性 然后你也觉得说 的确是有些意义 那欢迎你转发给各个教会 各个牧场 或者是各个旧屠的机构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就这些事情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嘛 我们一直说合一 在神的真理里面合一 然后我们要有一些行动 那这些就是我们看见的 然后认为说 可以去做的一些行动 跟大家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 那这第一点呢 就是保护生命的服饰 很多时候大家会想说 看到堕胎诊所 或者看到世界上 在发生的这些 杀害生病的事情 大家觉得有点手足无措 就是我们到底 从哪一个方面可以去下手 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很多时候你如果要是去到地图上面 搜索一下 你来看一下你的城市里面 有几家的堕胎诊所 其实堕胎诊所有很多名字的 它不光是叫Plan Parenthood 这个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堕胎诊所叫Plan Parenthood 它还有一些别的名称 或者是其他的机构 但它们其实都是堕胎诊所 那你一搜索 它就会出来说 这一个地图上面 有几家几家几家 位置都在哪里 搜索这些堕胎诊所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们每一天都开门 但是它们的schedule不一样 它们堕胎的只有在那几天 像说星期三跟星期六 是绝大多数它们的这个 杀小孩的时候 然后呢 星期一 星期二 然后星期四 星期五 大部分是consultation 就是它们会把所有的appointment 全部都弄在那个时候 就是有人预约 然后那些时间是跟人沟通的时间 然后实际上做手术 是礼拜三 或者是什么时候 是这样的时候 对 其他时间就是那些妈妈会去那个地方 然后呢 会跟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医生啊 还有这个 护理人员 去讲话 就说 哦 你发生什么事情啊 哦 你是怎么样啊 你想要把小孩拿掉 是不是 OK 好好好 那你星期三来 或是星期六来 反正就是定下一个 做手术的时间 对 那知道了这样一些信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经常说 那个教会要合一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找到你 这个城市里面 愿意接受这样的呼召 的教会 大家一起来合一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 网上有人做过哈 就是说 有些人你也不用说去那个门口 有太激进的行为 这些都不需要 你只要去那个门口 穿福音就好 就是这么简单 你可以站在那个 离门口 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你就站在那里 穿福音就好 如果你有看到女生 想要进去 不管是咨询也好 或者是他那些去堕胎也好 这个时候 他们其实心里都很无助的 他们也害怕 你想这 如果按照手术来讲 这是一个多大的手术 这多吓人 你只要跟人讲两句话 你说他们真的相信 那些医生吗 不见得 那么信任呢 他们在这个时候 他们也知道说 这个是他们的小孩 他们要做出一个 很可能让他们一生都后悔的 这样一个决定 那在这种时候 他们其实需要的 就是有人在旁边 告诉他们说 你不要这样去做 你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 我们可以帮助你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帮助你 但是请你 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杀人 对吧 那基督徒能够做的就是 那个时候 给他们带来一些安慰 让他们看到说 他们其实不用 这么极端的方式 去解决目前为止 人生遇到的这样一个障碍 那这样呢 后续教会 其实还可以做更多的方面 比如说像关怀 对吧 就是说他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那他需要有一些 心理辅导的方面 或者是说 他是一个单亲妈妈 他没有钱 没有工作 然后或者等等等等 这些都没有 那你就可以 给他一些后续的帮助 那其实女生 在那个时候 都是最脆弱 而且最失落的时候 通常就是那个时候 会做出最愚蠢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像年轻人的时候 年轻人怎么样去吸毒啊 怎么样去那个 通常就是 他可能跟妈妈吵架了 然后跑出去外面 然后呢 可能遇到了坏朋友 然后会不会这样 朋友说他们很自由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那时候 年轻人就最容易犯错 然后最容易做傻事的时候 你自杀的时候也是 你自杀 你看到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是过去跟他说 我爱你 你请你不要跳下去 同样的道理 遇到这个样子的人 遇到想要改变自己人生 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然后呢 他觉得说 我杀掉这个孩子 我的人生就会变更好的时候 你是可以跟他讲说 你不用这么做 你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 人生变得更好 孩子是一个祝福 孩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 在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里程碑 你不需要杀死你的小孩 我们看那些影片 每一个妈妈都落泪 就是哭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一个生命的有多宝贵 而且这个孩子跟那个女生 是有直接联系的 所以说 通常妈妈在那个时候 都会回心转意 只要生过孩子的妈妈就知道 小孩跟这个自己的这个关系 是有多么亲密的 那我们只要过去跟他传福音 我们不要过去在那个里面 你们都是恶魔 你们杀小孩 你们什么什么什么 你就是在过去跟他讲说 来 我来帮助你 教会可以来帮助你 神可以来帮助你 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让你不要做这个样子的决定 你可以依靠神 你可以信靠神 你跟你孩子的生命 放到神的手里 然后你会变得更好 就像你刚才讲的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态度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要不很多时候就说 我们做事情要经过 深思熟虑 就是如何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你去外面抗议 那这个女生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帮助嘛 对 那她就会觉得说 这些人是来骂我的 她就并不觉得说 这些人会给她带来任何的帮助 那就像我们很多时候都说 我们希望 教会是家 是所有人的家 是所有需要帮助人的家 就像我们当时为什么会信主 我们也是在某一个点 是没有希望 我们也是需要帮助的 或许就不是说怀孕的这种情况 或许不是吸毒的情况 但是也是在我们人生中 遇到很深的坎坷的时候 在那种时候真的遇见神 那像他们处于那种情况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帮助 而且是他们非常脆弱 非常容易遇见神的时候 或许 你在那个门口的一个服饰 你就可以转变这个人的一生啊 你不知道这个女人以后会变成什么 主治学老师 或者是什么时候 你都不知道对不对 然后她肚子里这个小孩 你也不知道神给她有什么样的旨意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服饰 而且我相信这样的服饰 也不会说特别特别困难 一个城市里面 其实教会是很多的 如果要是能够找到那些 愿意承受这样呼召的 有同样使命的教会的话 来做一个轮值的服饰 你就不用说我们每一天 都必须要有人在那里 几个教会联合起来 看看有多少人愿意做 这样轮值去排班 这样教会合一了 我们很多时候说教会要合一 对不对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跨越种族 不分语言的这样一个合一 你说我们可不可以跟 那个讲西班牙语的教会一起做 我们可不可以跟讲英语的教会一起做 我们可不可以跟韩国人的教会一起做 这些都是可以的 我们只要有同样的意向 因为我们在神的真理里面可以合一 那这样的时候正好是我们交流的时候 这不是更好吗 很多时候你像我们都是同语言的这个教会 比较愿意合一 对吧 因为大家觉得这样交流起来比较方便 而且你也很少有机会 跟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这样教会去交流 因为没啥机会嘛 也没有什么在一起共同做的事 但是这个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机会 就可以成为如果一个城市里面 教会都连接起来一起做事 这个城市很快就要翻转了 复兴很快就要来了 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也会认识到很多非常好的树林的朋友 你像牧师之间 大家也有很深的连接 对不对 跟肤色语言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大家都是耶稣基督为元首 一起神的直体 这多棒啊 这感觉 那好 那讲完了这个保护生命的服饰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在美国 其实各地都开始兴起了这样的运动 那我希望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呢 如果你是牧者 或者是你是在教会里面 或者你就是一个基督徒 这个事情也很简单 而且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也一起可以去做 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图书馆里面穿福音 因为如果要是老看我们节目的 这个朋友就会知道 其实我们节目有的时候会出一些 比较惊悚的内容 像那个编装皇后啊 他们都会在图书馆里面 给小孩子这个讲故事 这个图书馆 本来以前是一个非常安静 然后让大家去学习的地方 结果没想到在里面 现在就会变成了男扮女装 而且有的是穿着比较暴露的 然后化妆化非常夸张的 甚至是满脸大胡子的 这样的这个化着女装 这样的男人 在图书馆里面 给小孩去讲这些故事 那很多家长呢 也是小年轻人了 说白了 三十多岁 经过这个世界上 左派的这些东西的洗脑跟洗礼 他们就觉得说 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啊 那我们去听他的故事 代表我尊重他们的 对吧 代表这个是包容啊 我们可以合一啊 等等等等啊 抱着这样的心态 去让小孩听 但是没想到的 就是这样对年幼的孩子 对性别 就男女还分不清的 这样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 他内心产生多么大的伤害 而且这些人 给他们讲的故事的内容呢 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内容 甚至我之前看到 有的这个Drag Queen呢 开完这个故事会啊 开完了之后 他问小孩问题啊 就好像比如说 你上完一节课 他还会提问 就是说 看我讲的东西 你吸收了没 还会提问 问这些小孩说 你们将来长大 想要做什么 嗯 那这个问题 基本上是小孩 经常会被问到的吧 那基本上男孩 就是说 我想做警察 我想做消防员 太空人 太空人 就等等等等 对吧 还会有人说 想要做总统 等等等等的 就是这样 天马行空的 结果 我一看那视频 那小孩说 我想当变装皇后 那在他之前的小孩呢 讲过很多各种职业 就是我想当参议员 我想当什么什么的 大家也都笑一笑 没什么 结果这个小孩说完 他想当变装皇后 全体鼓掌 家长也一起鼓掌 变装皇后也一起鼓掌 那这样就会让小孩 觉得什么 就觉得说 我这个职业选择 比之前那些人的都好 对吧 我这个职业选择 是得到人认可的 不然为什么 他们全都起立 给我鼓掌呢 为什么他们还欢呼呢 别人说 他们怎么就不欢呼呢 那这个当然是有点扯远了 所以就是说 这种文化 给小孩造成了很多 伤害 很多很多伤害 甚至会导致 他们将来会有变性啊 或者是这些东西的 这个甚至去做一些 不可逆的手术 这样的一个道路 所以呢 我们其实不用坐以待毙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这要怎么办 对吧 这些人进到图书馆里面 我们拦也拦不住 我们的确拦不住 但是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也可以进到图书馆里面 对 我们不用去拦他们 这个图书馆里面呢 其实你想要进去 传福音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你只要去图书馆里面 sign up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 你那个hour的时间 你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青少年 他们英文比较好的 你跟他说 这是可以当你的extra credit 因为你在美国 你申请大学啊 各方面你都是需要一些extra credit的 这也可以算是社区服务吧 对 所以说教会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学分 然后发给这些年轻人 让他们去读一些属神的童书 然后让他们也可以帮助到这些小孩 透过读这些书 年轻人他们会有方向 他们会想要帮助这些孩子 因为每一个人 其实都想要做好事的 做好事情在人的人生当中 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帮助到别人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教会可以给这些年轻人 更好的方向 你可以帮助人 然后你可以用好的方式 你可以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帮助人 你可以帮助到这么多的小孩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跟当下所有的父母 在那边传福音 你可以跟小孩传福音 让他们认识神 然后认识他们自己的性别 各方面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书 是我们可以读给我们的孩子听的 如果图书馆是一个山头的话 我们可以进去 我们可以去攻下来 而且我们是有非常多年轻人 是愿意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的 正常的年轻人的基督徒 绝对比那些奇怪的变装皇后来得多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时间全部塞满 然后让变装皇后 没有时间进那个地方 我觉得小马很好 我们全都去 各个教会出几个青年团系的人 我们把那时间全部都填满 就让变装皇后无路可走 对 然后不只是在图书馆而已 我们到处都可以读东西给小孩子听 我们去公园 我们看到几个小孩在那边玩 我们也可以就说 你们要不要读故事 各方面的 就像我们要努力去传福音 我们去外面传福音一样 任何时候都是可以 你只要有几个material在那个地方 你就可以讲故事给小孩听 你就可以帮助到小孩 你就可以帮助到小孩 更认识自己 然后更认识自己的命定 然后帮助他们更认识神 我手里面这两本书 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介绍过的 然后我们真的买了 但在这里跟大家声明一下 就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宣传费 我们也没有跟他们去谈这个事情 对 只是说就是单纯觉得很好 要支持一下 所以就买了 看画得非常好看 很和谐 很和谐 这看起来很不错 对不对 就是讲神的创造 然后这里是讲说 男生跟女生的区别 我们的天性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这下面全部都有写说 这个经文 引经据典是在哪里 然后哪一节 哪卷书 哪一节哪一节 这里面都有写 对 所以 我觉得这本书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告诉我们说 男生跟女生是不同的 有不同的特质 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责任 然后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是平等的 然后我们都是要为了神 然后一起去承担我们应做的事情 然后应当的责任 然后呢 神是爱男生 也爱女生 这两个性别都是神创造的 都是特别的 都是特殊的 就是绝对 我觉得是不要被世界上 现在这种东西洗脑吧 不管是女权主义也好 或者是说针对性别发起的攻击 就是你可以变性 或者是同性的这些东西 一男一女的婚姻 然后家庭的重要性 家庭的制度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在里面有强调 这都是以家庭为主的嘛 这种爸爸妈妈跟小孩在一起 男孩女孩都有 对 所以这是非常棒 然后这本书的作者 Matt Walsh 是我几乎每天都会看的 他的节目 我就是太喜欢了 充满着嘲讽 中的嘲讽 那种黑色幽默很好笑 欢迎自己去读 非常非常好笑 但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本书 对 就是把现在的社会现象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两本书 其实不仅仅是说 对于小孩有教育意义 对大人也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两本书 所以这两本书在这里 给大家做参考 这是我们买的 然后我们的教会 现在在用的 这样的 就是儿童主持学的一个教材吧 那大家或许在网上 可以找到更多 然后也是非常棒 也是基于圣经真理的 都欢迎大家去探索 但是如果要是作为 比如说在图书馆里面 给小孩讲故事的 那我觉得就是 这种形式的就比较好 因为它里面你看 又有好看的图 然后你就可以在小孩里面讲 像Drag Queen那些变种皇后 他们讲的也是这种绘本故事 就是图画比较大的嘛 然后他们就在这里面 给小孩讲 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 小孩会非常容易去接受 那除了这个 我们可以在社会上 可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做的这两个服饰之外呢 其实我们教会里面的 儿童主持学也应该有些改革 有很多时候 儿童主持学呢 我们看到就是会 给小孩讲一些圣经的故事 然后会带他们敬拜 这都很棒 但是很多的时候呢 是会给小孩 做一些有手工的这些东西 那其实并不是说不好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就要看到说 现在世界上 或者是他们接受到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就是教会这个时候 应该给他们提供 什么样的服务 应该如何去保护他们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世界上面 他们接受到的是性别 是性向的 是这种淫乱的东西的话 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 学到的是如何做手工 那这样的话 就没有办法 把圣经的知识 真正运用到他们生活当中 然后去做一个防御 去做一个保护的 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看到 应该就是 我觉得应该加一些 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你看到世界上 这种东西来的时候 你就有相应的 一个防御措施 嗯 没错 就跟之前我们 访问政立新牧师的时候 他说的一样 就是主日学 其实是需要教育的 主日学不是说 只是在那边唱歌 什么 Jesus love you Yes I know 不是托儿所 对对对对 主日学其实是 要把正确价值观 直接放到 儿童的脑子里的时候 或许教会 不愿意讨论什么 性别啊 什么性向啊 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但是 外面的学校 外面的世界 就是在叫你的小孩 去做这些东西 就是在攻击你的小孩的 纯真 所以说 主日学 我们应该要 武装我们的小孩 不是说给你小孩 一把枪或什么 而是在心灵上面的武装 让他们可以知道说 什么东西是对的 什么东西是错的 主日学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训练营 而且一个礼拜 才一次而已 对不对 我们不能把这个 时间浪费掉 主日学 不管是你是家长 还是你是主日学老师 你都应该要把 这些事情 这些议题 放在我们的小孩子里面 很多现在教会 最大的问题就是 父母不知道 怎么样带小孩 父母不知道 怎样去 把这些东西 传给小孩知道 如果他们的小孩 在接触 这个样子的东西的时候 父母就会在乎了 那我们宁愿 就是把正确的价值观 正确的方向 让我们的小孩知道 然后让他们来影响父母 让父母开始 注意到这些事情 这个样子反而是 更好的一个 传福音的方式 我举个例子 我的牧师 他两个女儿 是在基督徒的一个 私立学校 读书 那个私立学校 在暑假的时候 他们是会开放 让外面的学生 也进来的 进来之后 里面那个人就说什么 你那个糖 可不可以给我 然后呢 我牧师的那小孩就说 这个是值得给女生的 然后呢 就一个小男生就说 我现在就是女生 对 所以就是 他是被现在性别 这种东西洗脑了吗 对 但是我那牧师的小孩 就是他们有讲 这样子的东西 在家里 有教导 对 所以说 他就觉得说 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 这个样子的人 然后为什么会有 这样子的人进来 然后去 连自己是男的女的 都搞不清楚 所以说 这样子的教育 是必要的 儿童主治学 是我们武装小孩 还有 让父母变得更强 然后让父母在乎 现在发生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很多时候 你看到就是 比如说 我身边的朋友也好 或者是我认识的一些 但是并不是 特别亲近的人也好 他们有的时候 会在社交媒体上 发一些 就说 你看我们家小孩很棒 那个教会提供的 服务很棒 在礼拜天 下午的时候 就是上午聚会 那下午的时候 就会说 教小孩一些乐器 比如说小提琴 或者等等 然后他们都觉得说 小孩在这里 还可以免费学习 这些 就感觉很开心 但很多时候 我们当然知道 你多会一些乐器 这是属于人才 但是我觉得 更重要的就是 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更重要的就是 小孩的心理 是不是真的有神 他是不是真的清楚 圣经的要求 和你这一辈子 到底要怎么活 我觉得这个是 比你会十种 二十种乐器 更加重要的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明白 儿童主持学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 培养精兵 而不是培养 花拳秀腿 有圣经真理的 同时 再去学习那些 非常棒 很好 但是如果要是说 教会里面 没有办法说 同时提供那么多 专攻最重要的 先培养精兵 先把这些东西 深深的放在 他们的心里面 让他们不被 社会上那种 异教的风摇动 让圣经真理 真的深深的 在他们心中扎根 这个是 儿童主持学 最重要最重要 培养的一个重点 那只要抓住了 这样一个重点呢 其实在教会里面 就不应该分 任何年龄段了 不管是说 针对儿童也好 或者是针对青少年也好 或者针对成人的 这个学习也好 其实我们的目的 都是为了 培养精兵 那到了青少年的 主日学呢 还有团契呢 也是要有一些改革 不光是说 儿童的这个方面 青少年 他们处在这个阶段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 容易冲动 然后容易误解 然后搞不清楚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这个时候的一个阶段 因为不光是 他们大脑在发育 其实他们身体 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嘛 对吧 那这个身体 大家都经历过青春期 对吧 男生会长很高 然后会长出猴结 然后声音也会变 身体上的一些器官 也都会变 这个就是青春期的 一个变化 那在青春期的 这个变化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 这个就是我的经历啊 就在学校里面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就开始谈恋爱了 在小学的时候 还没有 我是上了初中 就大概正好开始 发育的时候 学校里面 就开始有人谈恋爱了 那在这种的时候 而且青少年 会有很多 跟父母有些冲突 因为这个时候 自己感觉 自己特别自高自傲 是吧 就觉得我什么都懂了 父母都很傻 我是有经历过 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教育他们 在这种时候 他们现在都有手机 都上网 他们都被这种东西 洗脑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 要教育他们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像青春期的时候 我觉得最要传达的就是 爱到底是什么 青春期对于爱是一个朦胧 而且完全不懂 然后想要探索的一个东西 爱是一个人 一生当中都在追求的东西 那爱是什么 我们就是可以跟他讲说 爱是很久人 那又有恩慈 然后爱是什么 然后爱是基督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 年轻人或许真的是 听起来很抽象 那我们就是要把 在他进入青春期的 这一段时间 告诉他们爱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做牺牲的爱 什么叫做神的爱 有七种爱 这个要什么圣经里面 阿嘎培 还有什么什么东西 你全部都要告诉他们 最好的方法就是 父母 特别是父亲 跟小孩有非常好的关系 父母跟小孩的关系好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知道 爱是什么东西 然后父母的关系好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知道 爱人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男女之间的爱是什么样子 一切都是可以在 父母的身上学到的 所以说真的 我们要青年改革的话 我们要彼此相爱 然后呢 夫妻之间真的是要 真的爱彼此 然后不要什么 每天都是指责 或是什么东西的 然后丈夫要有丈夫的样子 太太要有太太的样子 然后我们要全部 以圣经的这个价值观 还有圣经的方向来管理我们的婚姻 这就是我们最好改革年轻人的方法 就是透过我们的人生 让他们知道 爱到底是什么 而且在他们对两性之间的这个东西 开始懵懂的时候 家长一定要去给非常正确的 性方面的教育 那不管是 不要让孩子从黄色网站上面 去了解到这些信息 这样的话 他们大概一生对于这个东西 都是有一个误解的 要从一个非常正面的 而且非常科学的方面 去学习去引导 那这个时候呢 也非常推荐大家一本书 就是跟这本同书 是同一个作者 一个牧师 那他写的这个书呢 也是我们现在在Discord上面会员 我们每个礼拜会 大家一起读的书 这个书就叫 The Manliness of Christ 就是耶稣的男子乞丐 可以这样来翻译吧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建造什么 我们要建造圣经样式的男人 也要建造圣经样式的女人 所以让这些孩子 从小一点的时候 其实也不光可以在青少年的这个开始 哪怕小一点的孩子也是可以的 让他们了解到 真正的男人的责任是什么 真正男人的样式是什么 然后真正的女人的样式是什么 这些我觉得都是要教导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又乱性又干嘛的 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是如何要保持圣洁 等等等等 非常多方面的建造 这本书里面其实虽然是小小一本书 但是它讲的还是蛮齐全的 这本书很短 然后我们现在在Discord上面都有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他把现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缺陷 还有现在男人的缺陷 全部都指的一清二楚 然后圣经上面 耶稣是什么样的男人 耶稣他是怎么样保护所有的人 耶稣是怎么样爱他身边的人的 然后他不害怕 他不惧怕 他是有一个他是一个所有男人的一个榜样 耶稣是很执着的 然后他不妥协 各方面的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里面我觉得讲的最好的地方就是 他说我们太女性化耶稣了 然后把他当成就是很温柔 还有什么这些东西 没有错 耶稣的确有这个样子的特质 但是他同时也是个征服者 他是Lion of Judah 他是狮子神圣的 然后他是一个Conqueror 是一个征服者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man的一个人 我们要透过这个样子来建造我们的男人 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男人的时候 当我们在对于好男人定义没有一个了解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把不好的东西变成好男人的定义 像说我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OK我回家二郎腿一翘 然后就说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 你没有啊怕打老婆 小孩在那个地方怕打孩子 然后哪里不爽怕什么摔桌子 然后什么什么些 这就叫爷们儿 对 我们就会把那个样子的东西当成是男人 所以说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是男人 然后一个基督徒的男人是怎么样 耶稣是什么样的男人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们不管是青少年啊 你现在就算七十岁 你也是可以读的一本书 也是可以争取做好男人的一个机会 对 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圣经里面的好男人 好女人 然后可以从我们的孩子可以建造 可以从我们自己建造 不管我们年纪多大 我们都要做符合圣经标准这样的人 对 然后女人也可以读这本书 因为你可以知道你未来的另一半 你要什么样子的男人才可以当你的另一半 很多女生特别喜欢坏男生或什么 只偶标准搞不清楚 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那是台湾偶像剧的那种东西 OK 它那是什么日本偶像剧那种演出来的这个东西 不是真正男人的样子 真正男人是像耶稣这个样子 所以推荐大家读这本书 那刚才我们讲了儿童跟青少年的建造 那同样我们成人的圣经价值观 也要有建造 也要有这方面的教导 包括社情啊 团契等等的 就是成人的这个圣经价值观 一定要被树立起来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好像读圣经 读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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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啊 但是好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读了很多遍之后 但是还是搞不清楚说圣经的价值观 也就是说如何用圣经的标准去看现在所有发生的事情 好像到了这儿就变成了一个卡住的地方 就不知道这两件事要如何连接起来 就哪怕你跟他讲很多经文 他都会很熟等等等等 但是他不知道如何用圣经的眼光去看待现在所有的事情 或者我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现在这些发生的事情上面 我应该占什么样的立场 就是圣经的一个价值观还有世界观的方面 那这个呢 是针对于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知道吧 我想来想去 我就觉得说 自从网络一开放 大量的信息涌进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人跟上一辈的人 马上产生了巨大的区分 对 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所以包括对于成年人的这些教导啊 那当然也不仅仅限于成年人了 但是这里举的几个例子 就是我发现很多成年人完全没有办法搞清楚 哪怕这些人跟我妈妈是差不多的年纪等等的 他们都不认为这些是重要的基督徒啊 那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生命的这个方面 就是为什么要真爱生命 就是别人剁不剁台 关我到底什么事啊 那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也是说 我还是觉得剁台是可以剁的啊 就我爱主跟剁台又有什么关系 真爱生命的教导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圣经里面非常明显的强调 就是我们要爱生命 我们要爱神创造的生命 而且神创造的生命有多么重要 这些思想还有这些都是要传达给成年人的 如果说刚刚那个儿童主日学就好 然后呢这个青年 如果说这都做好的话 其实当一个成年人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成年人 那现在很不幸的就是 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到这个样子的教育 所以说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成长过程当中应该也是 就是我们是自己去探索 直到我们认识神 认识耶稣了之后 那对我来说 能改变我的就是 耶稣还有这本圣经 他改变了我全部的价值观 他改变了我所有的信仰 还有我的生活的方式 我看金钱的方式 我看婚姻的方式 我看生命的方式 那这个改变 真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那一个人愿意去读圣经 这已经很不错的一件事了 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问为什么 圣经里面每一道法律 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比喻 全部都要问说 为什么 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要有实戒 这实戒不是很平常吗 很一般吗 不是不可杀人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同意的东西吗 为什么 每一个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个都有意义 包括 为什么不能敬拜其他的神 为什么只有一个神 全部都有他的意义 在这个地方 成年人 我们要得到智慧的方式 就是看圣经 然后问为什么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为什么神要给我们 这个样子的这个东西 你的牧师 一定可以给你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答案 然后如果说 你可以跟你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探讨 圣经是一本 非常非常完美的书 你看这本书 你可以跟一个人 有无限的话题 在这个地方 对 真的 对 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道理 在这个里面 然后你是可以去探讨 可以去聊天的 我遇到最好笑的就是 小组长说 我不知道这个礼拜 小组带什么 我刚才就表示 那个人 对圣经好像不是 很了解 那就证明他最近 这一段时间 属灵的状况 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 对 就像我们做节目 我们每天有说不完的话 然后我们每天都有 有说不完的议题 然后我们讨论 这个符不符合圣经 这个要怎么 我们看这个新闻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圣经里面弄出来 有说不完的话 有说不完的价值 有说不完的智慧 在圣经里面 所以成年人们 好好读圣经 然后问为什么 这个求知欲 然后永远不要觉得说 这个我都懂啊 对不对 只要一有这个样子的想法 你就不会进步 不管是多成熟的基督徒 只要一有这个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他就停住了 他就停下来了 不管你的职位是什么 只要一骄傲的时候 神的话就进不来 所以谦卑是我们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到的 然后只要谦卑了之后 神会给你无限的智慧 神会给你无限的这个 calling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这样一看 就是成人可以学习的 这些东西实在实在是太多了 那我相信教会在这方面 都是很有经验的 就是说如何教导一个人 让他在主里面更多的进步 那这个部分就不多讲了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 还要更加强调圣经的价值观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就是要教导这些人说 你从此以后 你要改变了 你看事情的方式不一样了 你对事情的理解的方式 不一样了 你要依靠圣经里面的价值观 神告诉你的话语 你去对所有的事情 去明辨是非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不管是说在工作中 还是为人处事中 你都要保持神这样一个正直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切的根基 其实都在家庭里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应该有更多 对于家长方面的培训 我见到的很多家长吧 就是好像并不是很了解 孩子到底需要什么 就他们总是把孩子需要的东西 就搞错 就说我孩子爱吃 那我给他吃的饱饱的 吃的胖胖的 我是不是给他吃好了 我就是一个好家长了 或者说我小孩 我就让他多才多艺 我今天我开车送他去这 我明天开车送他去那 给他报一堆的班 是不是这样 我就是做到一个 尽我家长的责任了 但是其实不是的 一定要真正真正 承担起家长的责任 而且真正真正 承担起孩子教育的责任 不要把这个责任 丢给任何的人 要自己言传身教做榜样 就在家庭里面 夫妻之间关系的维护 你跟孩子之间关系的维护 你要在家中 怎么样践行圣经的价值观 你要如何教导你的小孩 用这些圣经里面教你的东西 你去生活 然后你去对待所有的人 你去看所有的事情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家庭祭坛一定要建造起来 有了家庭的祭坛的话 关系不会不火热 家庭是圣经里面最强调 然后最重视的一个东西 整本圣经就是告诉你说 你要当一个好男人 你要当一个好女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有一个好的家庭 然后你们要带领你的小孩 去当一个好人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但是是我们现在常常忽略的一点 就是父母常常教育小孩 就是讲说 你要为了要很成功 你要很有钱 你要这个这样 或你有权利 或是什么样的 你要当医生 你要当律师 这是所有华人最爱讲的东西 我们很不强调的就是 你要做个好人 其实那些东西 孩子的生涯规划 孩子他们都可以自己去寻找 然后自己去发现 但是好人这个东西 我们是需要告诉小孩的 我们要告诉小孩说 什么叫做好人 好人是有什么样的特质 然后你要做一个好人 我们要以做好人 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目标 什么样当一个好人 在圣经里面 然后跟随耶稣 也就是说整个家庭的文化 不是说只有一个人 或只有小孩的 整个家庭的建造 是非常必要的 在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所以说家庭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个单位 家庭是可以改变社区的一个单位 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 很多是给这个男人看 很多是给女人看 很多是给小孩看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给家庭看 当你的家庭改变之后 整个社区就会改变 可以影响到你的邻居 你可以影响到你对面的这些人 我最记得就是 我那时候很难过 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知道我对面的 他叫做Bob 我知道他是基督徒 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讲说 Bob 我想要认识神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认识神 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那个Bob听了就 哦 我现在在除草耶 然后 这是我的电话 那个 你把电话给我 我除完草之后 我来找你 他除完草之后 他就来敲我的门 然后就说 我不知道要怎么帮你 但是我知道神可以帮你 我知道耶稣可以帮你 他就跟我一起读圣经 然后我就开始对圣经有兴趣 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 好美好 他的太太 永远都是笑口常开 他永远都是很nice的这个样子 他每个星期都去教会 然后他的儿女每个节日 他都会过来 然后就是很和谐的一个家庭 那这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一个东西 每个人都想要的一个生活 但是他做到了 家庭是一个翻转世界的一个基石 能阻止暴政的就是家庭 能翻转我们现在这个情况的也是家庭 能让这个美国再度伟大的 就是维护家庭 所以家庭建造是整本圣经里面说的重点 然后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focus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里面给大家大概提出了 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向 不知道大家你们是如何觉得呢 那你们有没有比如说更细节的一些计划呢 或者你们觉得说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商讨 可以商榷的地方呢 或者是你有没有在已经开始实行了 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都可以来交流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啊 不管你是牧者也好 或者是你是教会里面的同工也好 或者是你就是一个非常爱神 非常爱神话语的这个基督徒也好 都欢迎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这样的看法 因为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些 其实不管你是不是牧师 你都可以去做的 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 只要你身边 你可以找到跟你有同样护照异象的人 一起愿意来做的 我们都是可以去做的 而且包括你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在你的职场里面 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非常棒的 而且你会发现 要学习的真的太多了 而且要做的事情也真的太多了 不光是我们每个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 每一天 每一秒 每一分 每一刻 不管身边有人没人 都要活出神的样式来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夏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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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